好我们接下来为各位介绍在生态系当中能量是如何流转的 能量我们的动质用流转而不是用循环 因为能量不能循环物质才能循环 能量是用流动或叫流转 那全世界能量都会流转 那一个很重要的来源 我们能量的最终来源是来自于太阳辐射能 不过这边我先讲个半对 不完全 我们知道说我们的生产者吸收太阳光息光合作用 让我们有能源可以使用有的能量 但是自然界的能量不完全都只来自于太阳辐射能 还记得我们之前补充过所谓的化学制营吗 它利用土壤中某些物质的化学反应而产生化学能 这个能就可以让它形成有能量 去让它把无基物整成有基物 这些生物叫化学制营 所以化学制营它们是不靠太阳能的 靠的是化学能 但是除了它们以外 绝大部分的生物的能量来源还是靠光合作用 像人类为例 你为什么会有能量啊 因为我吃植物 我吃动物 你吃的动物吃植物 你吃的植物就是植物 这些植物都由太阳光得到能量 就是光合作用 所以大部分 most 大部分的能量来源就是太阳的浮胜能 那这个能量的传递过程是单向开放式 它不可逆 它也不能循环 所以才叫流转 那在流转过程当中呢 有个准则叫十分之一法则 或者叫十分之一准则 有人就直接叫它十分之一定律 虽然叫定律不太恰当 因为它不完全是十分之一 好什么意思呢 请看下面 下面这边有不同的方块 这些方块代表的是不同的营养阶层 也就是食物链 生产者被初级消费者吃了 二级消费者吃初级消费者 最高消费者就吃二级消费者 这个食物链总共有四阶 生产者初级消费 二级消费跟三级消费总共有四阶 这叫营养阶层 那营养阶层一开头是生产者 它吸收光能 把光能转变成化学能 也就是葡萄糖 高一所将的功耗作用 把光能转变成化学能 那这个化学能就在植物身上 植物就有能量了 我今天如果需要ATP 我就把葡萄糖分解 氧化型有氧呼吸 我就有能量了 所以这个能量来源 是来自于光能变成化学能 在生物体内 而我们动物要有能量 你就吃植物吧 吃了植物之后呢 能量就进入到你身上了 这个能量你就可以拿来使用 不过在转接的过程当中 有大量的能量散失出去了 所以上面这个红色的箭头 代表有大量的能量散失出去 而且它是以热能的散失散出去 上去之后呢 回不来了 所以能量只会不断的散失 它是不会回来的 它不能循环 所以从生产者到初一消费者 有能量散失 初一消费者到二零消费者 有能量散失 二零消费者到最多消费者 又有能量散失 能量不断的散失 所以能量会越来越少 那到底留下多少呢 那个准则就出来了 如果一开始你的能量是1000 到了初一消费者 只剩100 只留十分之一 而十分之九 由热能散失掉 这个热能包含 植物它行 有氧呼吸的时候 耗掉的 你在吃它 分解它的过程当中 有能量散失 所以你今天从植物得到的 从生产者得到的能量 只有它能量的十分之一而已 同样的 二级消费者吃的初一消费者 初一消费者有100 我们二级消费者吃的初一消费者 只剩10 90%会散失掉 然后到最终消费者 高级消费者只剩1 所以这样子的法则 叫十分之一法则 或十分之一定律 或百分之十定律 能量只会不断来散失 而且散失的程度很高 只会留下十分之一 十分之九会散失掉 所以能量会不断来减少 那就是因为这个法则 会造成一个生态系中 你食物往食物链的营养阶层 一二三十 这边有四阶 它的阶层不可能太长 因为每上个阶层 能量就少了十分之九 只留十分之一 好 那我们来做个比喻 为什么能量的散失 决定了营养阶层的长度 假设我现在拿一个纸杯 你们放完水 交给第一排同学 我好棒 我有水 好现在呢 你被后面的同学吃了 你的营养阶层 你的能量要到第二层 你用嘴巴咬着你的水杯 然后转过去 由第二位同学 用嘴巴咬你的水杯 再由第二位同学 咬嘴巴的水杯 交给第三位同学 各位 我现在做的这不就是 大地游戏常玩的游戏吗 接水杯游戏 当他接到第四个 第五个同学的时候 水杯的水 已经没了 因为散出来了 能量不断的散失 所以这排同学 直到第四位同学 以前都还有水喝哦 第五位同学 不好意思 你被淘汰了 你没有水喝 你渴死了 同样的 在自然界 你没有能量了 你活不下去了 所以如果这个环境 能量不多 他的营养阶层也不会多 因为最高级消费者 已经快没能量了 他没有办法养 这么多阶的营养阶层 但同样的 如果这个是个 热带的雨林 或是一个热带的海水 它是个 比如说三胡椒 富有树很多的 它的光源就会很旺盛的 海洋或是热带雨林 它的营养阶层 就可以多一点 所以营养阶层 其实是看你 能量一开始有多少 然后会不断的递减的 这叫能量的流转 所以提到营养阶层 营养生物的摄食层次 你在食物业 食物业中的位置 就是你第几阶 而这个长度 是由你能量的总量决定的 能量一开始不多 你的阶层就不会太长 能量如果很多 你就可以不断的衰减 到第七第八阶 都还有能量可以用 就很强了 所以你看绝大部分的生态 好一点的四五阶 到了六七阶 已经超厉害了 人机会很少见了 通常都是海洋 通常物理就四五阶 差不多了 以上是能量流转的内容 好 大家听到这里 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 像这个一样 不论你是哪一种生物 生产者也好 消费者也好 你终会一死 或者是你会排泄 你的排泄物 或是你的实体 就由分解者分解 分解过程 也会产生能量散失掉 这之后就全部能量 都回到大自然 而且是变成热能 散到太空去 就不会回来了 能量就散失掉 能量是单向不可逆的 就这样散掉了 以上是能量流转的介绍